自己的女儿是女儿 别人的女儿也是女儿 如果你的女儿到别人家去 同样是一个你这样的婆婆 来要求你的女儿给她受委屈 让她这样那样 你作为一个母亲 你心里会难受吗 我心里会难受 那就可以了 不用多说了 视频中的这个被土磊怒斥着的老人 就是本期视频的女主人公之一 严女士 那么她到底做了什么 竟让土磊说出如此严厉的言语呢 这件事还要从她儿子和儿媳的争执中说起 场上小博的一番控诉 让众人瞬间就对小苗有了一样的眼光 毕竟小苗如此分不清轻重缓急的行为 实在让人不喜 然而小苗听闻男友的控诉之后 却表示很是委屈 其实我当时不是说不想送阿姨去医院 也有一个特殊情况 是因为周末 我们就是要马上去跟一个新娘去化妆 因为她马上要结婚了 我想赶紧打车去新人家里面 正巧这时候呢 我姨去店里的时候 然后就扭伤了脚 我及时的就是打了一辆出租车 然后我特意多给师傅一些钱 我说送我姨去医院 然后我也给我男朋友给他打电话了 对于女友的这番解释 小博表示并不想听 毕竟她母亲是长辈 而且当时是腿摔坏了 连走路都是问题 小博竟然就那么放心 让一个陌生人送自己的母亲去医院 这种行为怎能不让她气愤呢 工作是重要 但你得看得跟什么事比 现在是家里人摆在你工作面前 你现在说家里人 那阿姨有把我当过家里人吗 那她去我店里究竟是做什么 她是单独去看过我吗 我妈又把老婆坐一个多小时的车 去看你 那她是单独好心好意地去看看我吗 面对男友不断地控诉 小秒也很是生气 因为男友的母亲根本就不是好意来看自己的 那么小秒说这话是何意呢 原来小博的母亲认为女生就应该安稳 所以根本不同意她开店做生意 然后她就背着小秒 偷偷在网上发布了店铺转让的消息 所以那天小博的母亲也不是为了去看她 而是为了让她转让店铺 然后阿姨当今周末 领了特别多的人去我店里看 结果看店的过程中可能人也多 然后一挤 那外面也装修 可能就是说扭伤了脚 你是老板 你不知道店要转让 我不知道 她前面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事 小博表示现在她已经30岁了 所以母亲便一直催他们结婚生孩子 但是小秒却要打拼自己的事业 然后他们的婚期就一直往后拖 这让小博的母亲就十分生气 小博表示他们的感情一直很好 而且她也从没有想过要跟小秒分开 但是现在她母亲夹在中间 让她实在是很为难 于是为了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 主持人把小博的母亲 严女士请到了舞台上 然而一上场 严女士就先给准儿媳小秒 进行了一个下马威 她在表面上走是不错 但是实际了解情况之后 你就不认为她挺好的 她是个事业型的女人 但是我因为我将来的儿媳 我不需要的事业这么强 我希望我的儿媳 我将来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 能操作好家务 能照顾好孩子 能租务好老公就行了 严女士的一番话 直接表明了自己喜欢 贤妻良母类型的儿媳 并不喜欢像小秒这样 整天乱跑的女孩 然而儿媳有自己的事业 还能让儿子承担责任的压力变小 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为何她就那么讨厌小秒呢 提起小秒的店 严女士就气不打一处来 因为小秒的店里 根本就没几个客户 但是每天还仍然累得不行 而且她也是为了小秒的将来考虑 所以才让小秒把店铺转租出去 然而小秒却根本不领她的情 我托了朋友 给她找了一个挺稳定的工作 早八晚五的 待遇也不错 薪资也不错 什么都挺好的 你呵护去上这边里去 哎那累呢 哎 她不领情不到气 给我一口回绝了 严女士表示 虽然她们现在相处的很好 但是如果以后结婚的话 小秒要忙自己的店和事业 那么肯定就没空做家里的事情 这样一来家里的事就落到了小博的身上 所以严女士无论如何都不同意 小秒表示男女之间都是平等的 而且没有人规定男人必须要在外上班 女人就一定要在家带孩子 所以她们两个有多少本事就做多少事 对于未来也没有具体的分工 如果说现在经济条件可以的情况下 我可以雇小事工啊 如果我家房间大 我可以说再雇一个临时的保姆什么的 这都可以 那那么些钱呢 还雇临时的保姆 现在挣钱多不容易啊 你要是自己贵的 你何不雇保姆呢 那又雇过保姆多钱 如果说有这个经济条件的情况下 我可以来选择雇啊 我现在来为我的事业来努力啊 我的电视能够保姆 你现在自己学会 必须自己学会干 严女士表示 她要找的儿媳必须会做家务 然后她就开始教小秒做家务 但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小秒不仅不认真学习 甚至有的时候 还故意把碗摔地上 这让严女士看到以后特别生气 你说我能从意这样的儿媳 他们结婚以后 要跟你们老两口住一起吗 我怎么不跟那么大一块过 啊 什么也不会大 我那时候在以后 我这么教他都不乐意 就结完婚之后 就是说反正您不跟他们一起过 是吧 我不跟他一起过 我不能这样玩 又去办的活 所以家务这些我可以忍受 毕竟我是个女孩子 我能 我能 我能干 我安排了一个课程表 周一需要做什么 周二需要做什么 周三又需要买菜 做饭 周四套衣服 给我安排了一系列的课程表 我非常努力地去学习 小秒表示 由于她特别喜欢小伯 所以即使小伯的母亲 提了很多无理的要求 他也都在慢慢尝试着 接受和改变 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就算他后来做了这么多的努力 小伯的母亲 却始终对他不满意 甚至还对着他偷偷 给小伯安排了相亲 这让小秒的心里十分难受 那阿姨你也不能因为这些事 来瞒着我的情侣下 我俩还正在谈恋爱的过程中 你去给他介绍 别的女孩认识吧 那我不同意啊 那我就得找啊 那如果说你们家里人 都不同意的情侣下 你们可以直直白白告诉我 是他告诉我这问题 而不是我通过别人 来告诉我这问题啊 我不同意 那我就有权利 跟我儿子介绍对象 我得跟我儿子介绍 一个前提两种情侣 好好好 你去看了吗 我没去 哎 没去 他不是说傻呢 怎么就说他呢 严女士表示 小伯就是被小秒冲昏了头脑 所以现在才会这么执迷不误 而且他之所以 不同意他们的婚事 不仅仅是因为 小秒不会做家务 而是小秒根本就不尊重他 对于严女士提出的这件事 小秒当即就表示 那个时候他包里确实没有带水 而当时严女士的头却疼得特别厉害 所以小秒这才赶紧让他把药吞下 然而严女士却不相信这番话 严女士表示 有次他们家来了很多亲戚 然后他为了让小秒给亲戚留个好印象 于是就让他主动干点活 但是小秒却始终无动于衷 最后看严女士生气了 他这才拉着小柏进了厨房 虽然严女士对小秒百般不满意 但是小柏的心里却特别喜欢小秒 而且他也觉得母亲的要求有点无理取闹 所以在看到母亲和女友争吵时 最终选择了站在女友这一方 妈你听我说的你就给他点时间就能说好 不能那么着急 我怎么不着急呀 哎呀你都快三十岁点了 我再不着急的话 那就是五十了 就是那种你心里想那种合格的那种 那种儿几个就随便找个女孩就放在你面前 就是那样事的 对吧 你得给我们点时间 你俩啥时候能好啊 啥时候才会干家务啊 其实天下的母亲都一样 她们的初衷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 然而却不能用爱的名义绑架 更不能按照自己的要求去控制她们的生活 而图蕾在听完她们之间发生的事情后 立马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图蕾表示 严女士要求儿子找一个贤妻良母 必须在家乡付轿子温婉居驾 但是如果别人这样对待自己的女儿 那么她的心里自然也会难过 所以任何时候都得换位思考 而且她们的关系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小淼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如果是你的妈那天在你的店门口崴了脚 你会不顾她而去吗 你不会 当时因为我阿姨的情况不是特别严重 另外我是做化妆师的 所以说这一点就是你最不聪明的一点 在那个关键环境之下 在你们之间关系以及相处不好的情况之下 你依然弃她而去 你说你会做人吗 图蕾表示本来她们的关系就不好 而那个时候正是小淼在阎女士面前表现的机会 但是她不仅没有珍惜 反而把阎女士一个人扔在那里不管 可是小淼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反而仍在那里狡辩 所以这让图蕾十分生气 不要解释你再解释你就错了 婆媳之间的关系一说就错 还有你们的称呼也是有问题 一般在彼此之间的相处过程当中 妈妈跟媳妇说话的时候 绝对不会说我儿子 我儿子应该说你老公怎么了 你也是一样 你要说您儿子怎么样了 而不是我老公怎么样了 虽然只是一个称呼问题 但这个称呼问题之下 是两个女人对于一个男人的瓜董和战友 图蕾表示如果她们是亲母女 那么阎女士怎么管教和骂小淼都没关系 毕竟母女之间没有隔夜仇 但是她们毕竟只是婆媳关系 所以基本的尊重和客气一定要存在 而小淼身为一个晚辈 更应该体谅和尊重阎女士 所以对于小淼咄咄逼人的行为 图蕾直接现场大发雷霆 虽然我知道你有满腹的委屈 要开始发牢骚 但是你还不懂得作用 很明显老太太就是憋着一股火 你还要火上浇油吗 那如果说他憋着火 那我憋着弄哪个火 你就得憋着 绝对不能跟婆婆对着来 尽管他有百分的错 图蕾表示在他们的这段感情里 小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他不仅没有从中间调和 反而任由他们的关系越演越恶劣 这让图蕾实在看不下去了 于是便给小伯提出了解决方案 得两头满 这两个女人 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女人 是你最容易搞定的两个女人 也是你最难搞定的两个女人 最容易搞定是因为他们都爱你 最难搞定也是因为他们都爱你 就用那点方法两头满 图蕾表示小伯身为一个男人 如果他们的感情需要有人牺牲的话 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小伯 而小伯在听了图蕾的一番话之后 他立马反思了自己以前的行为 我们两个在一起已经这么长时间了 相信我们的感情 你也都知道 虽然说我妈那边她有点不同意 但是将来家庭必定是我们两个人 我相信我们在一起 一定会过上幸福的物理 小伯表示他特别爱小伯 以后一定不会为了工作 从而对家庭不管不顾 而且他知道自己不会做家务 但是他为了小伯已经在努力学习了 所以现在他希望严女士能给他一次机会 其实严女士当初不同意他们在一起 他就是害怕自己的儿子会受委屈 而他今天听了小淼的一番话后 看到了他们对这份感情的坚定和决心 于是最终还是同意了他们两个在一起 其实孩子总有长大的那一天 而且他们也需要有自己的想法和生活 所以父母该放手的时候一定要放手 这样他们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